最怕就是你手進到作業區之後 然後不小心就被繼續鑽進去 哇!進去了! 來!大家早安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去看一下 台灣史上第一個民營軍工廠 在當時民國39年的時候 台灣其實還存在一個 準備要反攻對岸的狀態 而在當時橡膠其實是屬於一種戰略物質 它是一個被管制的物質 在那個時候其實這間工廠 除了幫越戰、美軍甚至幫蔣家 他們製造出了非常多的戰略物質 所以今天就要帶大家來看 台灣第一間民營軍工廠 綜藍橡膠 首先進到這間公司 我們來帶大家走到歷史的時光隧道 在這個位居桃園的一個小工廠裡面 他們曾經受到陸海控軍的包裝 大家所看到現在所有的 海軍陸戰隊的那個搶攤的橡膠艇 其實也是當年由這間公司 他們去研發製造的 而在裡面最屌的就是這張的 大家想不到吧 這間工廠曾經參與過越戰 就是這間是由美軍手寫的 搬給這間橡膠 不過在當時呢 其實台灣的軍備狀況 就是當時是受過許多國家去監控 這東西就可以問綠野老師了 那當時為什麼要不用公部門 而是用民營自己再另外開一間呢 這東西因為地任的董事長 他已經過世不可靠了 所以我們今天現場就用 冠若宜來其他新人說法一下 沒禮貌 沒禮貌 不過現在的人他們基本上已經不打仗了 所以這間公司要幹嘛呢 他們現在都做一些什麼台鐵啊 高鐵啊 甚至一些工業上面的防震店啊 而他們的主要市場呢 只有10%是內銷台灣 90%都是銷售於海外 所以這個在基本上 我們頻道裡面也被稱為台灣的引擎冠軍 好那話不多說 現在我們就帶大家進工廠看 如何用橡膠製品來製造 引擎式武器 如何用橡膠來製造厲害的東西 Let's go 國家用健康 緊得有緊記 首先一開始呢 我們來到混練區 混練區呢 就從原料開始說起 在我手中呢 這是天然橡膠 這個叫合成橡膠 天然橡膠跟合成橡膠 有最大的差異呢 就是聞起來不一樣 像這來自越南的 就聞起來有一種甘草的斜墊味 然後如果今天是來自印尼的話 那就 趕快聞起來一下 天然橡膠呢 就像是你從樹上橡膠樹一樣 然後割下來 然後像是那樣蒐集那些液體一樣 然後去合成 混的橡膠呢 它是用丁熱溪跟本乙溪 然後兩個去化合成 所以你按照海賊網裡面 乳膚的膚色裡面 大概就是屬於合成膠的部分 而在橡膠葉裡面呢 最常會加的就是 黑跟白這兩種粉 在業界又俗稱黑煙跟白煙 什麼叫黑煙呢 黑煙其實就是 由黑碳石油去鏈結的產物 白煙就是由二氧化去去而成 它通常能夠來取代黑煙 所以通常我們在 傳統的橡膠的概念裡面 你就會看到 橡膠做出來有點 喔喔喔喔 通常在秤黑煙的黑煙區 我們會稱為叫黑人區 也就是稱為黑人房 因為它裡面的分尺 它非常的細小 所以就算你是 非常慢慢的輕輕的 倒倒倒倒倒 你通常倒完之後 然後臉抬起來 你整個臉都是黑人 而通常我們把黑煙 像麵糰一樣把它暖來暖去之後 丟到這個機台裡面 它其實做出來的時候 就很像是一坨麵糰 它經過80度到90度的高溫裡面 然後去讓它變成 軟Q啊軟Q 然後順便在擠壓的過程之後 把空氣當中全部都擠出來 而你看看一下 上面這個系統是幹嘛的呢 這個其實在工業安全法規裡面 它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一個集氣罩 當你在碾壓的時候 我們剛剛講到黑煙它非常的細小 它這個都齊度飛速當然不好 所以呢 就是它們在啟動了之後呢 它就會把裡面的一些粉塵 或者是一些髒空氣 把它送去往上抽 那這個東西要怎麼樣 是對勞工最好的呢 當然不是用拔草側風向的啊 成這樣提風啊 就是在現在這種科技的世代裡面 我們當然是用檢測儀去檢測 所以說我們要拿出我們的道具 風速劑 你開機了之後呢 你可以用這個檢測儀 然後把儀器放在這裡 你可以按照上面的顯示器 去看到你它的風速 能夠到每秒多少公尺 然後去做一個就是依據 0.2 0.23 0.21 0.1% 那當然除了風速劑之外呢 我也有時候可以用視覺判定 什麼叫視覺判定呢 我們身為工業界的風氣鼓掌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拿出下一個道具 發炎管 來身為這個工業界的風氣鼓掌 我們來教大家如何使用這個發炎管 就是裡面把它折掉 折掉之後呢 擺在這個地方向上 然後這個時候呢 這邊有一個 看到這邊有一個小洞 把小洞堵起來 而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會把它拿到抽風管上面 堵進去 所以通常呢 我們會在它機器啟動的時候呢 用這個發炎管 然後去看它的集氣能力 到底好不好 還有沒有看到 我們現在用發炎管來測試 回頭幾乎沒有往上吸的感覺 就是不可以的 像這個地方就是黑人間 你可以看到它的地板 跟我的黑色鞋子 你就會發現 眼前的黑不是黑 你說的白不是白 我們再看看它的推測 這不是黑色的推測 這是一個被黑煙染黑的推測 那除了黑煙區的黑之外呢 大家有沒有感覺 這邊的燈光困難困難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拿出我們的 風水測試 不是 是照度計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會拿出我們的感測椅 在你的座面視覺高度呢 去攀測你 要多少Lux 通常我們在一般的座位區 大概只可以測到200到300 所以這個看起來基本上是 求50啦 需要改進 所以通常我們從黑煙區裡面走出來之後 你的腳底啊 跟你的身上 還有你的呼吸照系統裡面 都會充滿著黑煙 所以我們趕快出去 像這個東西呢 就在滾桶 看起來像你們常常在用的瑜伽墊一樣 所以這個步驟呢 就是滾桶之後冷卻 然後我們會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 像材料一樣 這個時候就會是很像橡膠的 一片一片的原料 到時候呢 我們就會開刀膜 用刀膜去壓成你要的形狀 像這個東西呢 就稱為刀膜 刀膜其實你在鞋葉的製造上面 你會非常常看到 不管是鞋葉做半月板 還是做大底啊 有機會的時候 在做鞋子的時候 來跟大家好好的解釋解釋 刀膜要怎麼做的呢 其實就是用判� 然後我們會把另外一邊 磨得像刀刃一樣 然後我們會把另外一邊 磨得像刀刃一樣 然後上面的那邊呢 就是比較圓潤 小弟其實以前做過 非常多的刀模 就是你可以去輪圓 然後旁邊這些支架 就是補牆用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側面 有沒有 它的這個深度 它兩個是不同寬的 就當你在橡膠往下踩的時候呢 它不會去 拍出這麼多格子來 它就踩出一個 很像很漂亮的小田螺一樣 這個東西呢 是在我們橡膠葉裡面 非常常遇到的 就是叫加熱成型法 那在業界呢 我們又稱為叫加硫 不過加硫的意思呢 它其實並不是 加上硫化物 或是加上硫磺之類的東西 加硫是一種 就是從日語翻譯過來的說法 那成型的時候 像旁邊這個都會有一些 擠出來的膠啊 或者是比較多餘的殘渣啊 那你就會把它用剪刀 把它把它修剪掉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是由中間兩片 是把它黏成一片的 這樣你還在加熱的時候啊 你會完全看不到 中間的那一條的東西 好 然後像這個 黃黃的東西呢 就是大家在看台電裡面 看到的絕緣毯 大家還記不記得在海賊王裡面 跟雷神愛妮爾的那一集 橡膠輪基本上是屬於無敵的 所以要處理這種高壓電啊 或者是要做成一個絕緣 保護我們的工作人員的時候 絕緣毯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生產一片的時間 也非常久 所以在做一片要50分鐘 好 再來步驟 我們剛剛看完就是那些 模具經過高溫的 擠壓而成出來的東西呢 你看它旁邊有很多 像這個瑪莉亞一樣 他們的講法跟 鎖鋼的講法是一樣的 就是很多毛邊 那這個時候 他們就會進到一個剪接室 去慢慢修剪 或者是有一些小缺掉的地方 就來把它補一下 所以其實橡膠的成型呢 它可以呈現出非常多種 就是不管是從齒輪啊 然後墊片啊 甚至遠道你看到那邊 甚至這種大型的所有橡膠物體 它全部都能夠用模式去壓縮而成 然後我們現在到了這個區域呢 就是噴煞的區域 但是為什麼橡膠工廠要噴煞呢 它其實主要並不是要噴橡膠 它主要是噴上面有一些鐵劍啊 要剪證啊 要結合的啊 或者是像一些有的沒有的 欸 等一下 這像是東西 課長 你搞什麼 這像是東西 這個你不要 不讓我 這個當過兵的吼 應該只是信念它真的鋁帶快 哈哈哈哈 為什麼現在已經民國109年了 你們還在生產軍火 我們只是代工啊 已經責任是不是 趕快把它畫翻出來 來 各位現場觀眾的朋友 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就是大家所看到 戰車上面就是那種鋁帶 它為什麼這個東西 會在橡膠工廠會出現鐵塊呢 因為它這個時候 其實橡膠跟鐵塊在結合的時候 它們前面要經過一個噴煞的階段 噴煞在工業裡面 它大部分都是在處理一些上面的髒污啊 或者是上面的黑鼻啊 你看我們現在在摸上去的時候 你會看到有一些黑黑的髒髒的區塊 這個都會造成你的膠在黏合的時候 它的接著器 就是能夠黏貼的不完全 這個就是 戰車的鋁帶 它們在成品的時候 完成的時候像這樣 所以大家常常看到黑黑的那些東西 其實不是鐵 是一個非常強硬的橡膠 那這樣 生產這一塊要被判幾年 通常噴煞完之後呢 在工業界裡面 我們通常都會進到噴漆或者粉烤的階段 所以為什麼你常常會看到有些金屬東西 要扛 就是整塊漆掉下來 很多原因是因為前面你沒有經過粉烤 漆掉跟你的物件工件 它沒有做一個很好的結合 接下來這個區域就是到噴漆的區域了 不過其實你在門口的時候 你就會聞到一個濃濃的噴漆味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來進去吧 所以在這種噴漆區域的時候呢 就是你就可以穿上這種 Ada4的它的面罩 因為其實他們在工廠 其實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請看一下上面的電扇 其實這些電扇呢 它是裡面產生在它噴霧的時候 它會把它的行動氣體把它吹出來 所以通常在這個時候呢 其實我們用感覺 嗯嗯嗯 你有沒有聞到這個空氣其實是不好的 而且再來請看一下它的漆料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塗裝的原料 上面這個啊 其實有四個紅色標誌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GSS的國際標章 比如說它很怕火焰啊 它對人體有危害啊 它對環境有危害啊 像這種東西就叫VOC檢測儀 當它這個VOC檢測它上面的指數越高的時候呢 就代表它在噴漆的時候 你周邊氣體的有機氣體 跟你的揮發氣的濃度越高 所以像裡面的甲本、乙本啊 我們都可以用這個東西的氣體的濃度 然後去做為檢測 所以大家可以看 當然它一噴漆的時候 它這邊的指數值就會迅速加高 那我們如果今天走過來這邊的時候 一路飆到342 330 這個戰鬥力指數值實在非常的高 所以就像我們以噴漆去非常的近 如果沒辦法改變環境的時候 你可以帶這種呼吸系統 你裡面聞到的空氣 說不定比外面台中空氣還要更新鮮 我們現在只打到冰工廠的正中心了 你看這裡面一排 大家有滿像那個海關查獲軍事武器製造商的嗎 好的我們今天來到魯夫的故鄉 橡膠冰工廠 就是我們就看到了許多成型的物體 不過呢 我們身為一個工業安全的風紀部長的頻道 就是其實在今天看到很多工廠的流程當中 雖然它從民國39年建置到現在 所以這實在的演進 但是呢 它的工廠裡面的狀況跟機台 卻沒有跟著實在視照的演進 就像我以前剛入行的時候 在我們很年輕當小學徒的時候 當時的工業安全跟工業建置 其實非常的不健全 甚至我們在噴漆室的時候 我的神輩們他們連那個防護面套都不戴的 甚至我們都在戴一個小小的防護口罩 他都被人家嗆說 幹你嚇死了 而且那個老師傅的心態呢 其實是非常不可取的 但是就當作我當年年少無知 什麼都不懂 不過今天既然來到這個地方 其實有一件事情我耿耿耿耿耿 實在是非常的想做 超認真報告 超認真報告 請公司一級主管 五分鐘後到第一工廠外面集合 請公司一級主管 五分鐘後到第一工廠外面集合 四十幾年了 你們公司的品質理念了 叫什麼 品質 責任 創新 榮譽 創新了 海水洞 站好 老鳥了是不是 沒關係 沒關係 三個月 我給你們三個月改進 三個月以後 我再回到這邊檢查 我看看你們改什麼樣子 莫莫千秒 三個月了 嗨 大家好 歡迎回到超生少年 你愛什麼 發樂意啊 你知道桃園今天幾度嗎 Hey Siri 今天天氣如何 桃園今天實力 三個月過去了 從夏天都變到冬天了 我們馬上來看看這個老屁股 到底改裝改得怎麼樣 Let's go 經過三個月後 我們來到最誇張的第一站 你想想三個月過後 它的地板已經換新了 上面的照明設備也變得更明亮了 整間進來好像跟另外一個世界一樣 他們買了新的力拿的設備 然後22吋的混電機 你可以看到它旁邊都有很多透明的微布 有沒有環景看起來很像是一個食品加工廠 做得透明的有什麼用意呢 第一個可以減少本層的掉落 第二個可以讓它抽風設備的負壓變得更好 我們在上個月前曾經拿過發煙管 然後來測試它的抽風設備 當你抽風設備改善之後呢 第一個旁邊的人聞起來也比較不會有意味 然後第二個 當它的廢氣都可以集中管理 然後到他們的過濾室裡面 0.53 這是最低點 最低點 0.53 它又繼續微彈了 0.56 0.559 0.59 0.63 它又繼續往上衝 0.67 這次要突破0.7了 好棒 在整個一條龍的製造流程 它們就可以減少很多勞工的勞力 海綿體下去囉 然後呢 他們就回到這個流程 這邊用風把冷卻 你看 我覺得自從工業設備改善之後啊 你看這些老賓的日子就越過越爽 不過沒關係啦 生活吧 工作何必這麼累呢 當然除了設備跟環境的提升之外呢 工業安全上面也一定要提升的 像現在新的設備上面呢 都有把很多安全裝置 好比說腳踢的啊 跟手推的 也就是說 如果你的手不小心捲入的時候 你的身體碰到這種感覺 它會馬上停止 大家就像這樣 啊我的手 你碰到的時候 你的人就會停下來 然後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方便把你的手退出 沒事 除了這種基本上的停止鈕之外呢 大家也看到上面這條線 也就是說 萬一萬一你真的已經能捲到 快要進去裡面了 你拉一下這個線 它還是會馬上讓機器停止 所以手伸出來 你又沒事啦 所以工業安全非常重要 除了設備跟環境的更新之外 勞工的安全永遠是擺在第一線的 所以像以前這些暴露在外面會捲動的工具 可能導致你的衣物或你的手捲進去的地方 他們現在都用金屬片 直接把它包補起來 所以你的男朋友在這邊工作 就會非常的放心 大家看這個明亮明亮的黑煙房 大家還記不記得我們三個月前 跑來的時候整間是黑色的 滿滿的黑煙的煙塵 然後在現在他們改良之後呢 它的H-bin架也都全部再重新噴漆 然後裡面看起來乾乾淨淨 提升生活品質 工作好不好怕 時至今日這個風水師再次來到現場 我們來看他們的光明指數到底多高 五百九 風水位 此位坐南朝北風水寶地 來龍去脈 起家寶地做在這裡 換完這個時候師傅不是應該來收個紅包嗎 並沒有 新鮮的空氣 新鮮的空氣 而在噴漆室呢 他們從以前的人工設備的噴漆方法 現在把它變成全部集中式管理 像噴漆都用這麼多的設備 他們現在就是用一個廠房的方式 用一個自動噴漆室把它關在一起 而這個呢 就很像是以前大家隨意大小便 然後現在變成一個集中管理的化分石 不會污染環境 然後對人的空氣也變得非常好 好啦 我們這集拍了非常久 整整拍了三個多月 像這種長久經營的工廠 其實員工就是他們最大的資產 所以今天你遇到一個很好的老闆 他就會給你一個非常好的環境 跟有一個新的想法跟新的未來 如果今天你是一個老闆 你想要改造但是欠缺資源呢 你都可以上勞動部去找資源 好比說 治安署的輔導3K資訊整合網啊 勞法署啊 有很多很多的資源都可以上去找 但是你要找不到 以前大家都會覺得 傳統產業都好像是髒髒就臭臭了 但是其實現在的很多公司 跟很多工廠 他們都很願意去改進 所以也鼓勵線上的年輕人 跟你在看這個頻道的年輕人 你都可以到這些 有心想要走向未來的工廠 你就好好地應徵 那如果你喜歡這類的影片 都可以幫我們點喜歡 那只要累積到一個量 我們就會繼續再開箱 各種不一樣的工廠 謝謝超音樂的少年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託 大哥不好意思 早送櫃子 大哥不好意思 大哥不好意思 工廠改好了 環境變亮了 從此香蕉工人 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